师傅你好 师傅她是1961年属虎的 想看她的身体 这个女士啊 耳朵 有一个耳朵听不清楚 听清楚 有一个耳朵听不大清楚 你跟她翻译啊 你的左耳朵 你要当心了 左耳朵会越来越听不清楚的 明白了吗 第二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心脏不好 知道 还有 你的睡眠不好 还有 你掉头发 还有 你的关节不好 脚关节 是 知道 对对 还有 你要特别当心 你现在的骨头会响着 跪下来啊 呱哒呱哒会响着 你缺钙 明白了吗 知道 知道 还有 你要特别当心 你的心中有一个过去对你很不好的人 你一直很恨他 现在放不下来 听得懂吗 不知道 你自己用不着跟我讲 你很恨一个人 一定要把他忘记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忘记你的整个现在身体上的免疫系统 我自己不知道呢 我自己不知道 恨什么人我不知道 知道 师父 你用不着跟我解释的 你自己心中 如果不要去恨人就好了 好不好啊 我不恨人的 你很好 从来不恨人的 我不恨人的 人气候我 我就能忍一下 对对对对 好 你不恨人更好 好不好 能不能每天念四十九遍心经啊 可以可以 可以吗 可以 你不恨人的话 你为什么经常鲨鱼啊 鲨鱼 现在我没有鲨鱼了 我们做工是遗传的啦 没有办法 好 生活 它靠一个生活的 你这样好吧 没有关系的 生活归生活 多念往生咒 好吗 好 因为你 我说你呢 这种事情呢 你自己心里想开一点 应该 自己慢慢要想开很多 谁 谁都知道 一个人一生 会有很多人欠他 所以呢 别人欠我们 我们不要去叫别人还 心里自己会好过一点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啊 这人要开开心心 过日子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多念经 可以可以 啊 你就多念往生咒 还有大悲咒 还有心经 可是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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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个话 啊 他说什么 不认字 啊 不认字的话 你可以听录音 录音之后 你再跟着念 我可以 让你在一个月当中 你可以做梦 做到菩萨 到你的梦里来 那你的身体会好转 可以可以 谢谢师傅 好吧 谢谢 你现在没有其他的问题 就是浑身血脉不合 浑身免疫系统都不好 所以睡在床上 浑身都酸痛 对不对啊 对 而且 你的手臂有点发麻 是的 对 对 你就好好念经就可以了 好吗 好好 我已经 我的钱已经花光了 很多的医生看不好 没有办法 我自己不知道怎么说 你的妇科不好 师傅他说 他的颈椎有生肿瘤 我看看啊 有这么大 我讲话 你不要不开心啊 你曾经到庙里去过 经常做功德 有没有 到庙里去 拜佛 有没有 我跟你说 你有没有一个师傅 给你指导指导 对你很好 指导你的 没有 哇 拜拜 你经常去问 有一个师傅 圆圆的 头 没有 记得了 他不愿意讲就算了 现在有一个师傅 在你身上 你愿意不愿意念经 超度他 你不信我晚上可以叫他到你梦里来 给你看的 你要不要 不记得了 师傅 你要不要来看看 下吗 要下 嘴巴里面又不想讲 好好念经 好好 不学佛的人们就是要面子啊 听得懂吗 那师傅 他需要几张小房子放生多少条鱼 76 小房子 放生 1300条鱼 1300条鱼 好吗 你一定不能生气 你生气的人很容易生癌症的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 你不但颈椎 你现在子宫上我刚刚看你有肌瘤 嗯 对对 鼓掌 听得懂了吗 好好念经 身体上就没病没灾了 相信 相信 释迦牟尼佛 相信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救你的 好不好啊 知道知道 师傅 谢谢 当然师傅 哎呦我们的法师啊 我告诉你 像法师 他们有愿力的 台长要救他们非常容易 他们跟你们不一样 他们有愿力 好 真假吗 师傅